大家好,我是可乐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经典科幻美剧 X-DAN第十一季的第九集 我想变美丽 这天夜里,两名医生正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手术室内 将一名男子开膛破肚 他们取出男子的器官一一封存好,装进箱子 与此同时,一名全副武装的侠女闯了进来 她边念叨着旧约诗篇,边取出铁钉和锤子 将一名医生和助手杀死 另一名医生则带着肝脏开车逃走 几个小时后,一家医院收到了一个冷藏箱 箱子上面写着,我必报应 里面装着的正是先前从无辜男子身上取下的器官 侠女回到家中,洗掉了自己满身的血污 望着手腕上的十字架默默垂垂 楼下的母亲正对着照片做祷告 照片上是一名非常丑陋的女孩 她正是侠女失踪两周的姐姐 画面一转,莫德和丹娜赶到凶案现场 手术台上的死者23岁,是名健身教练 她在下班后被人绑架,取走了器官 倒地的医生则是被昨晚闯进来的侠女 用铁钉贯穿心脏而死 昨晚医院门口发现的器官正是来自于此 那些器官并不符合移植的要求 奇怪的是,冷藏箱内没有发现肝脏和胰脏 由于肝脏有保质期限 所以戴娜打算查一下附近20小时内 有哪家医院做过肝移植手术 莫德在打算上暗网查一下 是否有肝脏被挂牌出售 莫德已经老了,老到必须要带老花镜才能看清手机 戴娜安慰她,衰老是自然现象,不用太过介怀 画面一转,一名女孩来到阴暗的厨房 泰兰的喝了一口料理机里粘稠的不明液体 随后将剩下的液体分饰给其他人 大厅里躺着不少年轻男女 这些人看起来病重、萎靡、堕落 房间内有两张床 一张床上躺着一男一女 仔细一看可以发现 这一男一女居然被手术线缝合在了一起 另一张床上坐着一名美颜少妇 少妇正在反复观看70年代的美剧 一遍又一遍的沉迷其中 原来她们是一个靠使用人体器官汲取能量的邪教 这些精神萎靡的男女都是少妇的信徒 她们曾经不是畸形就是重病 少妇收留她们 每天为她们吃新鲜的肝脏 让她们都变成了健康人 可由于为少妇提供器官的医生被杀了 现在所有人都将面临食物短缺 年老的卢文斯医生是她的丈夫 她发明出了一种治疗方式 就是将年轻男女与自己缝合在一起 用于汲取能量 一段时间之后她将会越来越年轻 而被缝合的姑娘则会衰弱死去 画面转到教堂 丹娜正在这里做礼拜 她和穆德并没有查到肝脏的去处 倒是调查了死亡医生的背景 那名医生早就因为贩卖伪禁品而被调消了医师执照 丹娜觉得他们该将这起案子交给犯罪科 因为这可能只是普通的贩卖器官案件 侠女来到教堂 原来她叫做朱丽叶 是个很浅诚的教徒 她调查到丑陋的姐姐为了变漂亮加入了邪教 于是侠女杀害了那些为少妇作恶的医生 只是为了铲除邪教 早日找到失踪的姐姐 穆德和丹娜从教会离开 发现教会外少了三根栏杆 这些栏杆与被杀医生身上的吻合 他们确定凶手正是教会的信徒 并顺藤摸瓜找到了侠女的家中 侠女并不愿意与二人合作 直接让他们吃了闭门羹 画面转到少妇 原来她已经85岁了 使用肝脏是她永保青春的秘诀 由于一天没有吃饭 她的脸上已经开始出现皱纹 少妇非常生气 她将医生与被缝合的姑娘分开 命令医生赶紧给她找新的肝脏过来 为了能够延缓衰老 少妇开始给信徒们洗脑 这些信徒原本就是二人为了永保青春而圈养的 一位小伙主动现身成为了少妇的食物 少妇一高兴还为大家献唱了一曲 就这样少妇又饱餐了一顿 医生为少妇带来了新的肝脏 少妇为了奖励她送上了年轻信徒与她缝合 这位信徒就是侠女失踪两周的姐姐 她现在年轻漂亮 少妇欺骗她与医生缝合可以让她变得更美 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 可医生并不知道 她偷来的器官里早就被藏了追踪器 莫德和丹丹很快锁定了她的位置 公寓的管理员告诉二人 这里的住客都在四楼 屋主叫做巴巴拉已经在这里住了四十年 莫德摆读了一下巴巴拉 原来她是一名童星 出演过不少有名的电视剧 如今的她已经85岁 管理员说她从没有见过巴巴拉 每周都会有人来替她付房租 莫德和丹丹来到四楼 敲开了巴巴拉的家门 已经85岁 却依然青春靓丽的巴巴拉 让二人非常吃惊 巴巴拉还嘲笑丹丹丹年老珠黄 该趁早保养起来 丹丹拿拿出了侠女姐姐的照片 询问她是否见过 那直到巴巴拉一看到照片 就发出了尖叫 刹那间 她的信徒从四面八方涌来 将二人给按倒在地 撕打中 丹娜掉进了垃圾管道 生死未卜 危急时刻 侠女冲了进来 将铁丹递入了巴巴拉的体内 活了85年的老妖怪终于断气 可是侠女并未找到她的姐姐 只发现了姐姐遗留的手链 莫德赶忙来到一楼 寻找生死未卜的丹娜 却在这里发现了 已经做完连体手术的医生和侠女的姐姐 虚弱的姐姐还在执迷不悟 幻想着不久后可以变得更漂亮 医生开始给莫德洗脑 你也不年轻了 难道就这样甘愿老去吗 不如你臣服于我 我来帮你年轻个几十岁啊 就在这时候 被连体的姐姐突然开始剧烈抽搐 看来手术还是有风险的 Everybody在你头上包口 侠女对着医生的脑袋就是致命一击 她终于救出了心心念念的姐姐 莫德在垃圾管道中找到了丹娜 这些成年垃圾救了丹娜的性命 在她从死楼坠下的时候 起到了缓冲作用 侠女将会因为多起杀人爱入狱 不过她不后悔 因为她已经完成了使命 姐姐也终于回到家中与母亲团聚 丹娜带着莫德点起了祈祷蜡烛 莫德并不信仰上帝 丹娜就是她唯一的信仰 莫德开始向丹娜忏悔 如果丹娜从来没有遇上她 她就不用遭遇这么多苦难 丹娜在莫德的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 不管今后多么艰难 两人都会一直携手走下去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通过吃人来保持青春的题材 在X答案中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早在第二集第24集 食人小镇中就叙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整个小镇都在镇长的带领下 绑架外来人口当作食物 通过吃人 94岁的爷爷看起来像60岁 47岁的孙女看起来只有18岁 最终整个小镇都因为吃人而得了骷髅病 也就是衰退失调症 他们都将会在三到六个月内死去 那集故事也非常精彩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的主页找到 类似的题材还有04年上映的香港电影 三根只饺子以及05年上映的美国电影万能钥匙 万能钥匙则是以浇灌灵魂的方式 占取更年轻的躯壳 这几个故事表达的观点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所有人都害怕衰老 从X答案第一集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5年 眼看这两位主角脸上的胶原蛋白渐渐流失 身材也慢慢走行 不禁感叹岁月是把杀猪刀 我时常会纠结 人为什么要变老 那些顺势美颜最终都变成了我们不能接受的样子 无奈的是衰老不是疾病 而是自然进程 也是每个人都要接受的设定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 可是谁能改变岁月无情的变迁 借用本杰明八顿骑士中的经典台词 你可以像疯狗一样对周围的一切纷纷不平 你可以诅咒命运 但是等到最后一刻 你还得平静地放手而去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